有人说沃尔沃S90性价比的不值 我跟你说啊 沃尔沃S90虽然不如奔着帮奥迪排面好 不如它品牌能力好 但是30个W就可以买到了 便宜啊 30个W 你要去买奥迪A4 宝马3系 凯特拉和CK5 那还不如买奔沃尔沃S90了 你这么一对比不就性价比立马就上来了吗 是不是 而且比他们还更大一级 是不是 比他们高一级定位 当你看到沃尔沃S90并不感觉出奇 但是当你重量器一开 你就会深陷其中 粉丝留言问我 年前换车 想在沃尔沃S90或者奥迪A6R40版本里选一个 请问该如何选择 就是家用 随油耗低 质量好 哪个更好开一些 我们国内消费者买车呢 都是看品牌 买品牌 就任宝马 奔驰和奥迪 沃尔沃S90 就算你做的再好 也抵不过人家一个车标 导致沃尔沃的销量还不如 奥迪的零头多 确实 它的隔音加速稍差一些 但是它要逼你 他们便宜十万呢 是不是 你咋不说呢 价格便宜啊 如果要是真是纯纯家用 沃尔沃S90是真心不错的 喜欢那种竖气的外观分类式 它主打的就是安全 这个安全可不是奔驰和奥迪能比的 一会我会讲到这里啊 而奥迪三中七系统中 开奥迪的人 你真搞不清它是干嘛的 啥都有 啥都开 有钱没钱的都开 有条件没条件的都开 有买卖没买卖的都开 你像开奥迪的人 是有的 你看马路上过了一台 非常破的一个奥迪A6 以前的老款 但是这个人没准你真惹不起 真的就是这样 那么奥迪A6R的优势是啥呢 它是大众MLB重置平台打造 重置的发动机变动箱 加速快 而沃尔沃S90是普通横置平台打造 外观内饰稳重大气 简单竖起 喜欢简单风格的 并且看中主被动安全和内饰用料环保健康的 你选它 比奥迪A6好太多了 它比不了安全这一块 奥迪新车的气味很大 沃尔沃的车身安全和内饰用料是车型内的标杆 但沃尔沃S90是真心不错 只有真正开过的才知道怎么回事 飞扬了层稳 尤其是跑高速那是真稳 隔一次差点 座椅速度还是不错的 车轮尺寸和这个奥迪A6啊 差不多 车长超过5米 轴距超过3米 尺寸不差 底盘 悬架用的是前双插臂 后面是一个多连杆悬架 双插臂只有豪华车才能用啊 它能够防止车轮心中发动测轻 能够防止沙特点头 增加操控 后面是多连杆都是铝合金的 奥迪A6R前后都是多连杆悬挂 也是铝合金的 都不差 沃尔沃S90从入门版到高配 全部是达的20T 高功率发动机 有于350嘛 250 它不像奥迪啊 什么宝马奔驰啊 给你分为低功率和高功率 入门版你只能买低功率的 想要高功率对着多花钱 那么变速箱呢 沃尔沃S90匹配爱信8AT 使用爱信8AT变速箱的车袭 沃尔沃调教的生长 这样的还是非常平顺的 很不错 奥迪A6R是7档的 4四双离合 但要比大众的一个好 比大众的用量好 所以说开子也好 换档 升档很快锁 但是质量却不如爱信的8AT 沃尔沃的没有 沃尔沃的好 当然沃尔沃这个品牌呢 最大量点是啥呢 我刚才说了 组备动安全和类似环保这一块 为啥它是车前两大标杆呢 为啥奔着宝马奥迪都比不了呢 它整台车使用40%的棚刚 就是在钢台里面加入了棚的元素 它的强度是超高强度钢的两倍 是高强度钢的四倍 像坦克前顶啊 坐驾车都在使用 沃尔沃SZ零 它车身的前后左右 N入B入C入 中通道 下门卡 还有驾驶员 副驾驶员的脚步 都使用了1500张帕的一个热身型棚棚 也就是说 当你进入沃尔沃车内的时候 你的一圈前后左右都被棚棚所围绕的 形成一个安全的龙形结构 所以说这就是沃尔沃的安全住舱 那么主动安全呢 就沃尔沃SZ零 做这个重机甲人测试 速度达到每小时60公里时速时 前面放个甲人 它自己仍然能杀得住 它这个主动刹车系统非常实 非常好 甲人安全无恙 就是奥迪啊 早晚他们冲飞了 不行比不了 内设呢 更是奥迪比不了的 新车应用非常大 奥迪 而沃尔沃SZ零达到了内婴儿级别的 达到了仿制品协会的这个级别 即使是160车在阳光下暴晒的话 你打开车门进入车内 车内的气体也不会超标 知道吗 这就是它的安全 几大安全 知道吧 这是沃尔沃 这是奥迪比不了的 沃尔沃 它的造车品质 主打的就是给你个安全使用的 用车环境 跟着家人呢 和你带来的一个安全的环境 这是他们都比不了的 知道吗 所以说你看到什么 你不要说什么 沃尔沃是爱心品牌啊 不高档 不豪华 品牌压力确实是不如奥迪 但人家三四个打不得 并便宜 你咋不说呢 三十万买车 你要买奥迪A4 宝马三线 那你还真不如买个沃尔沃S90了 我说对不对吗 说你这么一比 性价也不就高了吗 车型比较 比较成就比他们大一级啊 高一级啊 是不是 那么四个年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做发评论点赞拜拜